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1月30日星期五早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瀚賢 先跟大家分析一下天氣形勢 可以看回衛星雲圖 看到昨天日頭在沿岸這部份的雲不是太多 不過同時也留意到一幅廣闊雲帶覆蓋到內陸 這幅雲帶昨晚逐漸由北向南移近沿岸 其實這幅廣闊雲帶是同一度冷風相關連 這條冷風正在橫過沿岸地區 跟它相關的東北過渦風已經影響廣東地區 由於這條冷風剛剛到香港 所以其實香港的氣溫還未有很大的反應 我們見到今早早的氣溫分佈圖 市區最低氣溫是15度 其他地區普遍低於2度 都是挺清涼的 至於天色方面 我們見到今天雲比較多 我們見到尖沙咀望出去的天空都是灰色一片 預測方面今天將會大致多雲 能見到會比較低一些 早上天氣會清涼 而日頭會變得乾燥 以及部份時間有陽光 氣溫最高會回升至19度 風方面吹出一些和緩的東北風 另外風勢會清淨 提醒大家天文台發出了黃色火傷危險警告 表示火傷危險性頗高 大家要小心處理火中 至於未來一兩天 我們預計在華南地區 會繼續受到冷風隨後的東北季後風影響 季後風相信要到下週初才有些緩和的跡象 而氣溫方面 我們預計在華南沿岸地區 在週末期間都會是一個比較涼的狀況 要到下週初當季後風有些緩和 沿岸這部份的氣溫才有機會上升 所以展望香港的情況 未來兩天早上都會是相當清涼的 而日頭將會是天色明朗 我提醒大家 若果大家打算在未來兩天 週末期間去行山的話 至於早上天氣都挺涼的 而且風都比較大 大家最重要注重保暖 好 香港天氣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再見